我和我男朋友是大学同学 他追了我很长时间也很用心 我当时非常感动 但等我真的和他在一起之后 我就觉得他变了 变得很消极 每天沉默寡言 不是睡觉就是打游戏 很不上镜 也没有像追我的时候那么浪漫了 交往前 我觉得我的女朋友是个开朗 又懂得清清的姑娘 但是真的在一起交往之后 我就发现他实在是太黏人了 每天都像活在梦里一样 我觉得人就应该现实一点 而且男女凭的 凭什么所有的事情 都要我来哄着他 这样的恋爱 真的让我谈得很累很累 我今天来参加这个节目 就想知道 他到底是经历了什么 让他变成现在这样 如果他还是现在这个状态 我不知道我们俩还有没有未来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刘先生22岁 来自河北学生 李女士21岁 来自江西学生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女生今天带来的是好多女生 都问的一个问题 追我的时候特别好 追到了他就变了 是吧 多说吧 就是我跟他认识有两年多了 然后我们交往了有一年多了 他一开始追我的时候 是一个很浪漫 很热情 积极主动的一个男孩子 但是在一起之后 他就变得很消极 陪伴我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 然后也没有像以前那么浪漫 追你的时候怎么浪漫的呀 我就是印象挺深刻的一件事情 就是那会儿还没有告诉他 我生日什么时候嘛 然后他在我生日的时候 早上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说你下来一下 然后我就下去了 然后他就递了一个生日蛋糕给我 我挺惊讶的 也挺感动的 事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生日的呀 他说填学习卡 偷偷秒了一眼 我身份证上面的生日期 就记下来了 第一眼就瞄上人家了 愣是憋了一年之后才追的 是吧 不是 主要是那会儿是特殊情况 因为他有男朋友 我也有女朋友 但是因为我们都是异地恋 分手 他不想尽快地开始新一段的感情 我也是 然后很多个月之后 才向他表白的心意 明白了 他现在就很消极 陪我的时间也少了 干嘛去了呀 我陪他时间并不少 他只是自以为的 我陪他的时间少了 其实真的没有少 他总是在占用我的时间 他陪我的时候 他在打游戏 比如说就像有一次 他给我打电话说 晚上我陪你吃饭 后来等我下了晚自习之后 他就让我在楼底下等他 说你等我十分钟 我还在打游戏 大冷天的 我再冷分钟 等了他将近半个多小时 我特别生气当时 那可是事实是这样吗 你去上晚自习 我才有自己很宝贵 很宝贵的一点点时间 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就比如说打游戏 因为我们两个是同班同学 每天都会有大量的时间在一起 上午上课 中午吃饭 下午上课 然后晚上上晚的鞋 我们都要在一起 可是这些都是客观条件在一起 对 这怎么叫陪伴呢 没错啊 但是我愿意花时间陪你 但不代表我每天都愿意花那么多的时间 不是 你只得那么多的时间 是那么多的时间 就是从睁眼到睡觉 那没办法 你从睁眼到睡觉 谁叫你找一同班的呢 对啊 同班同学 没错 是同学 但是晚上应该是有很多私人的时间的 我想就是把这部分时间 可以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可是他之前不是这样的呀 那会儿他就陪我时间很多呀 然后现在就陪伴时间很少 而且还总埋怨我 埋怨你什么呀 就是说我每天缠着他 黏着他和他在一起 可是我因为喜欢他 所以我才会想跟他在一起啊 你喜欢我 应该给我一些自己的时间 对不对 我是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 应该以学习 读书为主 不应该就是说打游戏 然后整天待在宿舍里睡觉 而且主持人你知道 有一件事情特别夸张 就是他从前一天晚上的十一点 一直睡到了第二天下午的五六点钟 睡了十八个小时 我觉得这也太夸张了吧 这不是一个正常人睡觉的时间呀 那这是一个个例 我不是每天都优手好闲 睡十八个小时 因为前一天我出去做兼职 回来真的很累 但是你每天花时间去睡觉啊 打游戏上面 你不觉得很虚度年化吗 那已经被你收了很多次了 你不觉得在大学时候 就是应该去学习 考一些从业资格证 我没有说我不去考证 我只是说今年我先不考 因为我有其他的事情要忙 我在做舞蹈老师 我觉得在外面的实践活动 他也在丰富我的阅历 也在提高我的技能 可是你考不了正 你就找不到工作 关于正的辩论 咱们就不说了 你竟然找 不是 我就觉得你竟然 连工作都找不到的话 不是 姑娘爱你这理论 你是不应该谈恋爱的 不是 你 因为谈恋爱最浪费时间 我是希望跟他一起进步这样 没错 我就说 咱正的事就不说了嘛 我们听懂了嘛 还有别的吗 再者说 我做这些兼职 也不完全是为了我自己 他没有直接向我提出过 但是每一次过节 逢年过节的时候 尤其是过一些 很奇葩 你要过什么儿童节呀 过儿童节 你旁敲侧击的 可是别人都过呀 旁敲侧击的 你跟我说 其他的男朋友 给他的女朋友买了 几百块钱一盒的巧克力 我不知道 就是这个巧克力就那么好吃 还是说对你来说那么重要 那只是我认为生活中的一种仪式感 我觉得在爱情当中 仪式感是非常重要的 但你的仪式感成本也太高了吧 我并不是说 我就是需要多么贵的礼物 我只是觉得生活中 应该需要点小惊喜 就像有一次我出去 做一个兼职 那天还下雨 然后我还饿着肚子 我也没吃饭 我给你打电话 让你来接下我 你就一直推三组四的 说你可以自己回来嘛 然后这个时候我朋友 他男朋友从更远的地方来接他 然后还给他带了一个热腾腾的饺子 我真的只有对比才有伤害啊 我朋友你发现没有 他在诉说的每一个事里 都一定要带上别人 他真的从来看不到我的好 你要是做得好的话 就是那次你给我打电话 我想去接你 但是你跟我说 另外一位女生 他的男朋友从很远的地方过来了 并且带了一份热气腾腾的饺子 然后你让我就感觉到 原来我是这么不行 原来我没有做饺子 原来我没有做饺子 我是为了让你做得更好 我当时很生气 我也很震惊 为什么你当着我的面 你还能跟你前女友聊起天来 那个时候我们在湖边散步 那个前女友之前我没有联系过 他打电话过来 看到是她的名字 我没有迟疑 我就直接接了 然后他就拿这件事情说我 他说我就不应该接 应该考虑她的感受 当然呀 我说当然 我是在考虑你的感受之后 才接的电话 为什么 如果因为你在旁边 我挂掉了电话 那么你会不会提一些 就应该挂掉电话 而且我说过分的话了吗 而且以后我有再联系过吗 我真的我非常接受不了 如果换成你的话 我跟我的前人通电话 你接受得了吗 但是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了 也就那一通电话 你前两天 你还给你前女友点赞 你们作为前人 难道就不应该 互不打扰各自安好吗 你就各个各的生活就好了 你为什么要跟他藕断四脸啊 你为什么要去招惹他 那我点赞 我在刷朋友圈 然后偶然刷到 谁我都会点赞 这只是一个顺手的习惯而已 而且就那件事情上 这是什么习惯啊 给前女友点赞 这是什么习惯啊 我向你道过歉了 但是那在步行街上 人来人往 然后她就为这件事情 在我道歉之后 仍然大吵大闹 以前我觉得 她就是很善解人意 挺温柔一个女孩子 然后到现在 无论她生气 还是我生气 全部都是我的错 那是因为这 这就是你的错 无论是她的错 还是我的错 你错了我才会生气 全都要我去道歉 你长此以往 你的错我的错 都是我来道歉 我凭什么呀 所以今天来干嘛呢 女生 我就是觉得她 之前是一个 挺好的男孩子 现在就坏了是吗 也不是坏了 就变了 要干嘛吧 来干嘛 我希望她能改正 这些错误 改正这些毛病 这些坏毛病 都有哪几点坏毛病 对我 陪伴时间不够多 打游戏 睡觉不上镜 还和前女友联系 这基本就不能要了吧 跟前女友联系 这叫用情不专 睡懒觉打游戏 这叫不思进取 对你不陪伴 这叫压根心里没有你 这男朋友还能要吗 可是她以前不是这样的 我就希望她能改正这些错误 听明白了 改错误 兄弟你今天来干嘛呀 我也想让她变成我以前那样 多理解 多沟通 然后不要再那么 咄咄逼人 多给一些我自己的时间 而且你也让着我点 那什么事就搞得 我地位就非常低 就是我觉得 男生让着女生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而且我也没有做什么 多过分的事情 我一点小脾气 难道你哄不了吗 你不哄我你哄谁呀 天天小脾气 你觉得希望能自由一些是吧 对 我只是希望她 给我自己一点时间 这一点时间是几天嘛 两天 两个晚上给你自己 其他的时候你都陪她 这要求不高啊 可是我就是因为 喜欢她我才会黏着她的呀 我要是不喜欢她 我为什么要去黏着她呀 好好好 就是一天都不能不跟我在一起 是这意思吧 差不多 行 老师们你们看看怎么办吧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恩圈 女生 你经常拿别人的男朋友 和你的男朋友去做比较 这会越比越糟糕的 老话说得好 人比人要死 或比货要扔 这种比毫无意义 其他人再好是人家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想女生你还是需要反思的 那男生呢 你刚才问了一个问题 凭什么一定让我先道歉 凭什么一定让我让着你 就凭你是男人 恋人之间吵架了 先道歉了 并不代表说是你错了 而是你珍惜她 我不只一次说过 我在家里的准则就是 我老婆说的一切都是对的 因为如果我要和我老婆 去讲道理 那我真是不想过了 你和她去讲道理 有意义吗 因为她是你爱的女孩 你嘴上吃电亏又何妨呢 所以男生确实有点成年不成熟 你可能在这个问题上 要反思一下 好 谢谢 谢谢博弘师的分享 先来回答女生的几个问题 你在小票里面就说 说她这个追上你之后 就没有曾经对你那么好 那么浪漫了 是不是 对 爱情不就是浪漫过后的平淡吗 可是平淡过后 我还是觉得应该要有点小惊喜 那是你要的 你想要的 所有的东西 别人都能给得了你吗 这个世界不会完全按照 你想要的方式去围着你转的 所以你要深刻地明白 爱情到底是什么 激情过后的平淡期 才是感情真正升华的时刻 你不能那么矫情 不能什么都是我要的我要的 刚才余老师说得特别好 感情 恋爱绝对不能横向对比 因为你横向对比 你看到的是别人的生活 可是别人的生活 你只是一扇窗户 你知道他们真正的感情是什么样 你知不知道那个可能就是秀恩爱 专门秀给你看的呢 你只要纵向对比 我怎么样 我们在一起怎么样 就可以了 而说这个恋爱不能横向对比 这男生也挺有意思的 你叫什么劲啊 人家说 他男朋友给拿了一个饺子什么 我本来想去的 我一去我偏不去了 你说你这恋爱能谈好吗 人家能不找你茬吗 所以你俩这不是在相互爱 你俩是相互在较量 看谁更胜一筹 你没有自己的生活和世界吗 你干嘛非要粘着它呀 谈一场恋爱 如果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 那这段恋爱谈得非常值 如果谈一场恋爱 谈成了丧失自我的话 你说你多冤的荒芽 最好的青春 最好的年华 赶快充实自己 好吗 谢谢 好 谢谢珊娜老师 来 于老师 我们今天台上两个于老师 不过我对我们这位于老师 对 MV Etc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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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哪里没有问题 他们问题大了去了 他们哪里有那么相爱 你们俩的上一段恋情都是异地恋 对吧 对 因为寂寞而错爱 迟早会因为错爱而更加寂寞 你们没有真正地认识到你们上一段恋情的问题 迅速地走入了下一段恋情 你们之所以会把你们彼此和上一段的对方 去比较 这是你们自私的一面 你们想找一个比上一个更好的 而没有意识到在上一段恋情当中自己的不足 一个人要是老不照镜子 老只是要求对方 你只会越找越差 因为自己的不好没有得到改变 而老是要求别人 热恋的时候是看着对方的优点在甜蜜 热恋褪去是跟着对方的缺点在过日子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但是你们俩都很自我 你们俩抱着天涯和初五芳草的想法 我总能找到比前任更好的 而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那你怎么可能找到更好的嘛 每个人对自己恋情最好的方式 就是结束了之后我们要懂得反省 我们要复盘 我们才能更好地走入下一段恋情 所以我觉得此时此刻 你们最好是把上一段和这一段 都复盘一下 从自我反省做起 既是对对方负责 也是对自己负责 就这样 大家经常回问 为什么追的时候对我好 追到手了就不好了 有一句话就这么说了 很多情感在追逐的时候 总比享受的时候浓烈得多 很多情感都是这样 你仔细回忆回忆是不是 别老那么去逼 为什么没有以前浓了 它就没有以前浓了 因为你们在开始享受所谓的情感成果 享受的时候慢慢来嘛 就淡嘛 如果你们还想好好地在一起 放下各自的成见 把那个我放小一点 在情感当中我放得太大 会累的 好了 接下来时间给你们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觉得你之前在追我的时候 还有刚交往的时候 你是一个很好的男孩子 但是在之后的相处当中 你确实改变了很多 我希望你能做出改变 我知道你喜欢我 在我的心中 还依然是当初那个温柔的 善解人意的女孩子 咱们得好好地往下走 毕竟日子还长着呢 多互相体谅一下 有什么困难 都一起去克服 女生放的是什么呀 是一个手绳 是以前就送给她的 在她一次打篮球的时候 就掉了 然后我就去操场上去找 后来在一个小角落上 找到了这个手绳 我不知道你当初 我把这个手绳丢了 现在会不会把我也弄丢了 男生你这个是什么呀 一个盆栽 因为当时她说 她的宿舍的桌子上太空了 她想要一点装饰的物品 然后我就给她买了 结果挺戏剧的 就是那天晚上 咱们大吵了一架 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也算是乌归远主吧 然后我希望你可以 好好地带着 只要可以让她 茁壮地成长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校园的爱情 老师希望甜蜜蜜 来 请关门 但是甜蜜蜜和甜蜜蜜 是有区别的 来 我们看这队 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请开门 来 有请 小花童 有请 谢谢她 谢谢你 来 我们见证属于 她们的浪漫时刻 好好 没事 别老爸平息 我知道我有地方也不好 一定要让我们看 一定要让我们看 一周能给人两天假吗 那我心上 小于老师教你那方法特好 你得让她 没有那么强的安全感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请回 谢谢两位 请回啊 让我们一起进入 伊贝诗爱情保鲜记 有网友提问说 我们结婚十几年 有两个孩子 但我们现在除了孩子之外 基本没有话讲 我真的有点厌倦了这样的生活 不想再继续了 但又怕离婚 对孩子有影响 请给一些建议 其实如果确定不想继续 不相爱的父母在一起 对孩子的伤害是更大的 要么你就好好回去 经营婚姻 好好和丈夫相爱 要么就离婚 分开之后 各自好好爱孩子